王爷 公孙先生来了 见过王爷 不必断理 请公孙先生出手替测备诊治 王爷放心 老夫此答案尽力而为 王妃怎么说 王妃拘不认错 王妃拘不认错 王爷真的要打王妃马子 王妃拘不认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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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大的胆子 你一个奴才 还敢对本王妃弄什么 我正是替王爷和侧妃娘娘教训你 教训 有本事让他们自己来 还不够自主 傅摩承 你出来 好 王妃娘娘 你不但大妄为故之悔感 还确实该受到教训 你们还愣着做什么 王爷说了 王妃拒不认错 力打三十大反正 我看谁敢动 这是王爷的命令 我看谁敢不动 对了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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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妃娘娘 我现在认错后来的 我没错 我不认错 是不会感到 那个认识做什么 就是这样 我们不要 不要害羞人 我们不要想 他也不能回去 把这个奴才给我腰子 我好不悦 住手 谁预许你们动了 我又是罪啊 这王爷饶命 也是按照您的夫妇所持 好大的胆子 竟然敢善可谁章 来人 拖下去乱我打死你 王爷饶命啊 陆碧 陆碧再也不敢了 求王爷看在我们侧品条件的面子上 饶了陆碧这一回吧 看在婉儿的面子上 死罪可免活罪难道 拖下去打十分 让王爷饶命 去警察不来 王爷 王爷没有听侧妃娘娘 是侧妃娘娘 闭嘴 还有一件事 侧妃那天之所以有一次 是她自己撞下去的 今日之事 谁若再提格杀无论 是王爷 王爷 从此牵手来了 王爷 侧妃上市牵动心脉 在下听闻 之前是王妃娘娘用自己的血 做引字 才令侧妃好转 却如今看来 最稳妥有效的办法 就是要再次利用王妃的血 来给侧妃 做药液 王爷 王爷不可 侧妃留在风了还要三十八岁 要是再放棄 要是再放棄 他们是不过去的 王爷放心 在下定会注意分子 绝不令王妃预体受损 王爷怎么来了 如果是来让我道歉的 王爷警惠吧 你说你怎么做的 我说了不是我做的 我不认 怎么 还要再打我三十大班 我不是这个意思 可你心里就是这么想的 王爷 事不宜时啊 那是谁 回王妃 在下是给侧妃治病的大夫 来取王妃的血做药用医用 什么 依我现在这身子 抽个几百岁岁下去 在这破屋部队 岂不成就不死交交付 请别动 放手啊 主人 真是有意思 王爷 再不取血 测飞性命垂危啊 真是可笑 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要拿某一个星座妖艺 在下师门秘法 王妃不知也是你所应当 王妃 您 该下决定了 你去的是我的心 问她做什么 给我滚出去 我不答应 王妃 测飞娘娘 行命垂危 这不是你能做主的事 王爷 测飞那儿 不能再耽搁 好 好啊 什么的 你怎么想 这一次 就当本王欠你的 我不需要 他可哭 我不可能给他抽血 云素 我劝你剑好就受 测飞变成这样 全是败你所辞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书席 或者是王妃之位 你自己决 不行 在坐我出王妃的位置 回向陆报仇救护之前 我不能得罪出王妃 但这个事 绝对不能这么算 你还给我等着 好 我输 我输了 我决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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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妃 我决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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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宝贝 你怎么样 媳儿 媳儿 你去拿芝比兰 我给你借个房子 你去拿点让 我也不是说 你知道什么 他根本就不爱我 不会理会拿什么好东西 即便给人 有刘王尔这么个白脸财 谁知道 他会不会陪人害你 他这个预备到了 那这个转眼 不要拿王父亲和我的佩甲银子 一定有人怀疑 是 我呗 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娘娘放心 王爷对药总之说深信不疑 这王妃的血 你允许还求 好 这样一来 我就能神不知鬼不觉的 驱走他的性 之前的事 也不会有人知道 对了 云苏那个贱人 身上有块王爷的玉佩 立刻派人去给我偷回来 是 测飞如何了 陈哥哥 多亏了你为我找来了公孙先生 我感觉好多了 好了就行 就是难为王妃姐姐了 陈哥哥 都是我的不好 你可不可以不要怪罪他呀 王爷 无论如何 他是本王的王妃 这一点你可记清楚了 我知道了 陈哥哥 怎么回事 陈哥哥 怎么用这种语气跟我说话 难道他发现了什么 小野 几十二十四十五十六十五六十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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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七十五五十五十五十多 在哪 來人 有人 來人 有人 來人 有人 來人 說 你別在哪 說呀 說呀 說呀